他選民來一個給米飯 投入屏東立委補選的莊瑞 使用敗票方式有夠嗨 大會互相打拼幾個大字 穿在你身上 要和黨內對手黃昌昌展拼 12月22號電話民調 請出秘密武器 首次以台北市長身份輔選 柯文哲的聲音在屏東放縱 又用台語和鄉親拉近距離 對照平時有點台灣國語 像是喊滷蛋的說話方式 柯文哲的路電話被票語音 聽得出聲音表情 還放慢速度 顯然有練過 柯市長刻意把補選投降 獻給莊瑞雄 因為這個市長 前民進黨北市黨部主委 莊瑞雄可是第一個幕後推手 我在當民進黨 台北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台北市長到底人選是什麼 大家每天問的都煩死了 那後來我就講說 找柯文哲來選 參選立法委員 他就跟我講 要不要錄音啊 要不要拍照啊 要不要幫你掃機啊 我說我全部都要 白色力量在台北 贏得漂亮 柯文哲當上首都市長 跨區魅力憲生 幫莊瑞雄 從沖平東立委補選 當起超級助選人員 307議員陳家豪號 張華豪名誉 郁文台北平東 綜合報導 穆平東立委員 報告 報告